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失业线 失业线假如说它的起始阶段出现导文 出现这种导文 那么表示其人是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身世 甚至有可能他可能是这个私生子 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方面行为不够简点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是失业线它的发端不止一个导文 有这种多个导文串成这种锁链状的纹路 有很多个导文相串 那么表示其人的神经有点偏过敏 或者是他的这个起始阶段有很多什么呢 有很多这种细碎的杂纹干扰 很粗的一条 在砍弓的位置有很多细碎的杂纹干扰 这就说明了有点偏神经过敏 有点欺人忧天 而且呢多猜忌 对于这个自己的事业 他喜欢自己操持 不肯放手交给下辈的人做 有点势必公亲 缺乏安全感的感觉 那么还有一种对这个事业线呢 如果是他 非常的笔直 很长一条 很长一条 并且呢 从前功的位置出发 前功就是这个月秋这个附近位置 他有一条 这个并行的这个纹路 跟随着这个事业线走 那么这种表示其人在事业方面呢 容易受到一些外力的援助 而且这种外力的这个时间点呢 可以从他这个平行的这个平行线的 这个辅助线的纹路出现的这个一个点 可以推断出是哪一年出现的这个贵人运 或者是有外力帮助 可以推断出他的流年 那么根据事业线的流年 我们把这平移过来 比如说这个呢 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 容易出现在事业上 遇到贵人 这是事业线的三种形态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